各位主内兄弟姐妹你们好 各位萤幕前的朋友你们好 很多时我们看马戏团表演的时候 都有大笨象的表演 而这些马戏团表演的大笨象 很多时趁他们小小的时候开始被训练 小象都是小朋友 像小朋友一样这么远 这么贪玩 所以有时纯秀斯会把小象绑在木桩上 由于小象力量较小 经过很多次试验 他发觉自己没有办法争夺木桩之后 久而久之 只要再把他绑在木桩上 他由于一早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办法 跟这条木桩斗力 于是他就会乖乖在那里安守本分 大小象都会长大 变成大笨象 他们在马戏团里面做出很多不同的高难度表演 简直是力大无穷 但在表演之后 只要他又再被纯秀斯绑在他从前 从小时一直绑在那里的木桩上 大笨象在那里 都依然好像从小时停留在那里安守本分 大象的力量虽然那一刻已经非常庞大 但因为他从小的经验 这一点就使今天已经成为大笨象的他 不够胆去挑战那条木桩 不够胆跟那条木桩斗力 我们的生命里面 会不会都有一些类似这条 我们以为不不走 没有办法逃脱的木桩呢? 这些木桩就令到我们没有办法去尝试 接受、探索 或者尝试理解一些新的经验、新的对象 今天的福音很戏剧性地描写 耶稣被他的同乡所拒绝 提醒我们原来会这样的 如果你以为真是耶稣亲身前来 你又看见他 你又亲耳听到他 甚至你的手可以捉摸到他 接着你就以为 顺理成章 就自然你会相信他、接受他 原来也不是必然的 但是,究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有什么事情 可以令我们没有办法向天主开放呢? 或者看不到在人身上 那些想我们应该学习的天主美善呢? 《读经一》说的是 即使天主很努力 让以色列人知道 有先知被派遣去到他们中间 但是内文有这样提及 人指 我派遣你到以色列子民 到反抗我的叛逆之民那里去 我们都不算是反抗天主那一群 我们每个星期都行礼如是来到这里 听天主的说话 但是究竟有多少天主的说话 可以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呢? 是的 我们没有公然否认天主的说话 不过糟底下 我们又愿意理会多少? 尝试实践多少呢? 但我们又不需要这一刻太严正去苛责我们自己 我们继续听听《读经二》里面的内容 《读经二》的《格林多人后书》 在今天的选段提到 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 正是我有能力的时候 如果跟随天主 一直令我们感觉没有什么难度 很可能不是因为我们劲 很可能也不是因为我们幸运 很可能是因为我们仍然未遇上真实 而需要我们全力去回应上主的时刻 从某个角度看 什么时候我们感觉做基督徒很困难重重 其实 其实只有当一个人 回应天主的时候 达到个人能力的临界点的时候 你才会有一些这样的感受 今天的《米国福音》和我们说 对寻找天主人来说 拒绝耶稣仍然是可能的 在那天 耶稣带着他在加利纳阿湖圆岳 宣讲的初度的成功 以及带着他十二位的中途陪同 依敢还乡 他很恩切地期望 同乡会接受他 认同他 肯定他 已经脱胎换骨 但或者我们不应该完全否定 耶稣的同乡有 学求天主的心 可能就像我们时时所说 有时聪明 反被聪明悟 这次虽然耶稣的同乡不是被聪明所悟 不过耶稣的同乡 和耶稣之间彼此熟悉 就成为了他们对耶稣的盲点 成为他们没办法触及天主的框框 由于这一点 就令耶稣他没办法逃避 作为先知所经历的命运 先知 除了在自己的本乡 本族和本家之外 是没有不受尊敬的 今天天主肯定继续 时时和我们说话 有时在圣经或例如当中 当然有时在其他人身上 无论其他人是你所熟悉的人 可以信任的人 又或者是你所抗拒的陌生人 有时也很可能在我们某些特殊的经验当中 但为了解天主 我们所关注的应该是所听到的天主说话 而不是眼前那个人是什么形象 什么背景 无论天主叫我们在里面听到什么说话 我们要反思 这一切是天主 愿意叫我们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 随着上个世纪 体育活动的兴起 在德国有一位20岁的年轻保鞋像 后来他也试试开办自己 专系制作运动鞋的小店 在这一次这个年轻人 就跟着两位同行的大老板 去前往 准备前往城市纽伦堡 那里推销 兼且向同行 兼且向同行学责 车程到半路 他们遇上一位卖帽的推销员 上了他们的车 兼且向车里的乘客兜售 当时两位大老板 他们只是头侧侧 向着窗外面的景色 但这个年轻人 就很注意着 这位卖帽的推销员 他所说的说话 当时这位推销员说 你们哥哥买帽了 不然你们就会发现 我下车之后 你们就错过了机会了 这个年轻人就回答 你说的说话也挺有道理 不过这样 你的形象就令我的购买肉大打切扣 尤其是你所穿的鞋 卖帽的人就立即看看自己所穿的鞋 立即拍拍自己鞋上的污垢 但很显然 不是那么容易 说脱就脱 他很尴尬地回应 他说年轻人没有办法 这就是我东奔西走所造成的 然后这位年轻人就打蛇锤鞋上 但是如果你穿着一堆 随时都能够洗擦干净的运动鞋 那就完全不同了 年轻人一路说 一路手拿着一对运动鞋出来 作清洁的示范 卖帽的人看完之后 觉得这对球鞋都不错 然后这个年轻人继续 前进说 啊! 刚巧我这里有一对 尺寸和你刚好 结果这个卖帽的人 就买了一对运动鞋 而另外两位债鞋工厂的大老板 他们的视线 继续只注意着窗外的景色 他们对车厂里面所发生的一切 一点都没有留意 几年之后 这位年轻人结立了一间运动鞋的公司 他当时说 在你们眼里面 只有那些想买鞋的人 才是你的顾客 但在我眼里面 即使是那个想向我卖帽的人 都可以成为我的顾客 这位年轻人 后来他创立了一间更大的体育用品公司 而这间体育用品公司 明文国外 这间体育用品公司 就是Adidas 这个年轻人 就是Adidas的创办人 Adolf Dizer 如果一个生意人 他愿意不断破格 在任何人身上寻找商机 这样 我们可不可以做相同的事呢? 如果我们真的 像这个做生意的人一样 有这样的程度的渴望 学求天主的话 我们究竟又可不可以破格 在任何人身上 去认出天主所想我们学习的美善呢? 又或者 天主让我们和任何人相遇 都是给我们一个机会 无论那个人给我们第一个印象 是喜欢也好 厌恶也好 很可能天主就正在给我们一个机会 叫我们成为 又或者是升华为 在天主他眼里面 另一个更好的你呢? 天主保佑各位